那你們覺得說像電音三燈子帶給大家那種快樂 就是為什麼你覺得為什麼需要帶給大家快樂 我想你如果說你跳起來的時候你那種感覺 你看你自己零吸體這一下 如果說你跳起來是不是跟好像就是你可以什麼都會放下 然後就把你好像什麼東西都放開 比如說你們照相的人你不像你叫一個照相的人 你叫做你跳起來那個樣子跟我們這樣真的照相是一樣的 所以我想說我們辦第一屆的時候整整兩天的活動 我會覺得中人也沒有一丁的活動 可以讓人家兩天整整兩天從頭笑到尾 所有參與的人都很懷疑的心情 不管幾歲你來的時候就跳 就一直跳一直跳 然後好 sorry說好也會這樣子 就跟著音樂節奏這樣子 就是讓你一直跳動一直跳動那種感覺 我就說好像吃了快樂完了 就跟著音樂節奏 就來吧 就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一到高一 国一到高一 国中一点几到高中一点几到高中 有人没有毕业生回来帮我 我請他順便過來 那他們是怎麼樣被選來的 我們都沒有被選來的 我們都是他自願的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 跳舞有分男女 男生女都不可以 沒有什麼經濟 都可以 傳統陣頭 傳統陣頭會有經濟 比較有經濟 有些時候會有經濟 傳統陣子電音森在這裡 這是一個快樂的神 那你會覺得你跟你的神頭 會不會有特殊的感情 有啊 像什麼樣的感情 來 我跟 跟什麼 跟什麼 血緣關係啊 你覺得你跟他有血緣關係 有點 那你們對於那個跟那個神頭 你們覺得跟他有血緣關係嗎 他會覺得不會 男生比較不會是不是 那你們把他當成什麼 當成玩偶再玩 這樣太子爺不會生氣嗎 這樣太子爺會不會生氣 對於你們都有 性傷害子 有啊 有很相信嗎 我相信 很相信 太相信 那你為什麼把他的玩偶拿來亂玩 我不會拿來亂玩 有啊 他會 他昨天在練習的時候 翻 翻那個 他翻裙子給我看 翻裙子 把那裙子給我看 哪沒有 哪沒有 他講好多次欸 這麼善呢 怎麼可以這樣 誰說善呢 你就不會這樣做 哈哈 開始囉 因為有一點興趣想要跳舞的感覺 有一點興趣想要跳舞的感覺 那學舞就是進來之後呢 但是他人魚在跳舞 感覺 感覺 也想要跳舞的感覺 就是看人家跳電影賽太子了 哈哈 現在就跳起來了 答對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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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ός個頂洞 說要做活動、要做電音三太子 那個評審老師都說什麼叫電音三太子 現在這次來 他說我終於知道什麼叫電音三太子 結果沒有想到一下短短時間內 就那麼多群起校友 因為那時候電音三太子是說 我們那時候就是我們廟會期間 所以就會有很多那個小同黨 一些人就說是大型人來這邊表演 就是廟會的陣頭 然後後來大型啊 你看有那個舞匠很大的 有什麼千里眼、順風兒 然後還有一些神童 那他也漸漸的我們好像就 就會也是說那個神童表演會很活潑 那神童的造型除了一般的神童 比較簡單的話 就還會有做那個太子爺 太子爺的神童 然後就是我們今天玩陣頭的那個年輕人 像圖子電音三太子他們 北港太子電音會他們 還有那個羅德會館 大興羅德聖教巴 還有那個高雄會館 那個鄭懷德他們 然後團長他們 然後他們就把電音三太子 然後結合那個台客舞 台客舞他們都是四部的台客舞 然後還有那個電子流行音樂 對 結合起來就變另外一個陣頭出來 就叫做電音三太子 陣太子 魔照太子 他不但像魔照太子 然後加上電子音樂的結合 就變電音三太子 然後就在那個大大型 阿嬤的陣頭就跳扣出來電音三太子 然後後來就是經常就是他們做廟會陣頭表演以後 然後在那個 陳吉在那個聽到奧運試運的時候 就請那個曾懷德曾團長他們 去召集了好多那個電音三太子 這樣快要超五十幾個嘛 騎摩托車進場 那全部都是高雄的嗎 沒有沒有他有調 有調有調嘉義這些人一起去集合 因為那個時候那個那個神童造型 一個差不多要十萬塊四五萬塊 看他的那個精密度 看他十五萬塊 他就召集 召集了以後 因為我們看到後來 我們發現說原來那個 你說張太祖 他的精神就是這個神尊 神尊 那我們的開機 全台灣的開機主要就是心靈太子公 然後很巧 心靈太子公飛臨出去 埔子的 好 挪得聖扎會的 然後 還有雲林北港太子聯合 原來挪得聖扎會 因為他們的 所供奉的那個 他們大的 他們的神尊他們大的 結果都是心靈太子公的 然後後來我們主委 他就說 就想說 是不是 那那個 電音三太子 他們都是在陣頭上 平面上表演 心靜上表演 這樣子跳而已 那我們 我覺得 覺得說有一個責任 就是照顧我們那個子弟 然後就是說 在我們這邊有一個 設一個擂台 讓他們在舞台上 表演出他們的特色 大家互相 以切磋為主 切磋為主 所以那時候才籌辦 第一屆的電音三太子一賽 看來用籌備很辛苦 可是現在很多人 就是看來跳往是娛樂 娛樂大眾 然後很商業化 那你們自己對這種感覺 商業化 應該我們目前接觸到現在的話 我覺得就算商業化的話 他是一個 就是在一個活動中 是一個暖場 暖場的帶動氣氛 因為 因為他的那個神童都是笑咪咪的 然後他還可以跟人家互動 然後還可以發糖果給人家 就帶動氣氛 那帶動 就像我們辦那個電音三太子 兩天的活動裡面 全場幾乎每個人都很高興 都很高興 就好像也很可以釋放那個壓力 也很高興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就是 變成一個目的 一個目的 所以不見得就是他們 要對三太子有什麼信 不會呢 我覺得就是說 譬如說 英國的 我這邊 主婦這邊 主婦也是我爸爸 所以這邊的話 那時候精神 他一直想像中就是說 那我們 傳統的那個教 傳統的宗教信仰 就很注重這個儀式 結果唯一有太子爺的宗教信仰 是很活 可以很活潑 轉換成另外一個方式 譬如說 你基督教天主教都是要受洗 要祈禱這樣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為什麼可以廣泛流傳在這裡 各個世界各個角落 因為他們只是一個精神意象 所以我們要塑造 可能也是屬於這個精神意象方面 那你信仰 我們台灣神 什麼都可以做事 一個教堂也可以做事 好 問題是 你要怎麼去 特別去認識這個神 是不是你又是靠著這個活動 讓大家親近他 就像你們一樣 你們不懂啊 看到表演 大家為什麼那麼喜歡他 因為他可以帶人家很快樂的時候 你才會對這個有興趣 才會想要去認識他 那我們在 聽他講一跳而已 有一點那種 有不是說廢腹聲嗎 就是說聲 然後 這種情形 在其他的表演的身上有聽說過 會 會 有會 有會 就說你的雕艷在電音商開始的視頻 不會有 會 他們也會 就有知道哪一些 有些人會 他釣上去那一個 他釣上去那一個 他不是電音商開始 他是裝扮那個 他是裝扮 他是類似COSPLAY 可是我看他有 他有 他有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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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天有哪有 有 我覺得是跳跳 對 譬如說那個 那個氣球博士 李承浩 李承浩 李承浩不是用做氣球解論文嗎 解博士論文 他在義大利參加比賽 氣球 他就用 他 那個氣球做 做 太電音商 他只要一個台灣島 就是叫做島 他就叫島 得到銀牌獎 結果 他也是來這邊找靈感 然後我們就提供 他才能不能給他 他就 你那個生發那個靈感出來 結果還得到第二名 然後還特地從義大利 買了巧克力 要給他一次 這樣那個靈感是 他感到 他感到 他這種感覺 他這種感覺 對 這就是不是說氣感 不是什麼 就像我們講 就是會有那個 idea出來 還該做什麼 有那種感應 對 我是有興趣在 因為電音商品 調的是 就是 我告訴你 會 對 會有人跳到會忘了 然後覺得那個狀態 是跟三太主持有 對 有通的 一些動作 他 剛剛我們這樣在 人選可以讓我們訪問 有沒有想得到 今天他那已經很可愛 是 那個 他戴褲子 他今天不知道有沒有出發 我們目前這邊學生是好像沒有這種情形 你去阿海那邊會有 阿海 阿海 他們會有 對 他們很投入 所以這個會跟那個 那你們覺得說像電音商品帶給大家那種快樂 是 你有沒有什麼 就是為什麼你覺得 為什麼需要帶給大家快樂 我想 我想齁 你如果說你跳起來的時候 你那種感覺 你看 你自己鼻息鼻這一下 如果說你跳起來是不是跟好像 就是你可以什麼都會放下 然後就把你好像什麼東西都 放開 放開 好比如說 你們照相的人 你不像你叫一個照相的人 你叫說你跳起來 那個樣子 跟我們這樣照相是一樣的 對 所以 我想說我們辦第一屆的時候 整整兩天的活動 我會覺得說 將來也沒有一條的活動 可以讓人家兩天 整整兩天 從頭笑到尾 所有參與的人都很快樂的心情 然後都會搖晃 跟著文藝的搖晃 跟著文藝的跳動 所以我覺得說 這是有一點像 可以把 大家從現實的 解開 但是從現實的一些 放開 有辦法讓我們潛在的歡樂 潛在的童真 把它引導出來 就藉由三太子的那個 對 就是一個媒介而已 我們說辦熱能活動 大家都很疼 不累 人兩馬斑 電影像真的不一樣 從頭到尾 就是累得很快樂 累得很快樂 然後 比賽完了以後 也不會去爭什麼 排名 也沒有 所以只要注重現場 大家的那個快樂 快樂的狀況 就是包容 我就說 即使每一個人 你要人性本善 每一個人內心底層 都是很善良 只是後來 就是因為很多的那個因素 讓萌成 讓他羈押 好壓抑太久 所以為什麼 我會就 第一屆第二屆辦 在現場上感受到氣氛是 完全都是快樂的 我說 那人就表示 人本來就是快樂的嘛 所以在現場的那個氣氛 就會變跟平時不一樣 不一樣 你平時可能很著重藍綠 每個人這樣 不管幾歲 你來的時候 就一直跳 一直跳 然後 然後 也會這樣子 就跟著音樂結束 這樣子 就是讓你一直跳動 一直跳動 那種感覺 我就說 好像 吃了快樂完了 好像吃了快樂 從來沒有 我們參加 成功 词曲 李宗盛 赤い電車に乗っかって 僕はどこかへ行ってしまいたい 赤い電車は羽だから 僕らを乗せて ひととびでかい東京 どこへでもどこまでも 行けるから君住む街へ ひととび気に住む街へ ひととび 赤い電車は歌い出す あそらしどれにさそう 赤い電車に乗っかって 夢を探しに行くんだよ でかい東京 こんな街もあるんだ 見たことのない景色見せてよ 赤い電車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日本の魅力があるんだ 日本の魅力があるんだ 秋の中に旅の魅力があるんだ 人生命は多分の派遣を 日本の魅力があるんだ 日本の魅力があるん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